2021年身边是不是多了很多朋友 不是在看房的路上 就是在买房或者是拍房的路上 可是物价上涨 房价飞涨 只有收入不涨 存款不多的我们该如何参与这一波房市上涨呢 都说地产开发赚钱 零经验 纯小白 该如何涉足呢 有这么一只建筑材料供应公司的股票 你一定要了解一下 Oralimited 澳大利亚证交所股票代码BLD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建筑材料供应商 市值约68亿澳元 是一个集材料水泥混凝土的综合性公司 在2020财年 建筑材料销售达到了31亿澳元 即2017年5月收购Headwaters Inc.之后 Borrow也是美国最大的粉煤灰销售商 尽管2020年因疫情公司业务受到打击 但是通过一系列的部门整合 降低了负债率 从而降低了公司杠杆 股价方面 GoMarkets的分析师Coco 在3月10号出版的Borrow股评报告中公开表示 当前股价为5.6 未来12个月目标价为6.8澳元 潜在回报率约22%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截至5月18号收盘 BLD就已经达到了这个5.8澳元的目标价 Borrow目前业务分为澳大利亚和美国地区 其中澳大利亚约占集团收入的50% 包括建筑材料水泥和建筑产品业务部门 建筑材料和水泥业务包括 彩石厂 利清 运输水泥和混凝土焦柱 该业务占澳大利亚业务收入约90% 剩余的10%包括屋顶 砖石和木材产品 属于无差异产品 无法在同行竞争者中显现优势 然而Borrow的建筑材料和水泥业务 具有成本优势和地理优势优越的护城河 Borrow采石厂的地理位置 大多围绕澳大利亚大都市地区 拥有更好的混凝土和利清消费市场 并且Borrow比他的同行 Lafarge Hossin和Hansen 更关注对其采石资产和储量的再投资 这两家公司已经被全球业务分散了注意力 由于这种成本优势 在过去10年中 部门资本回报率平均增长了9.2% 超过了预计的7.5%的资本成本 Borrow的北美业务包括 粉煤灰 建筑产品和专的业务 其中粉煤灰是公司最大的业务部门 占公司收入的三分之一 估计占公司运营收入的45% 粉煤灰是一种粉状添加剂 是燃煤发电的副产品 也是混凝土生产的理想材料 因此粉煤灰在水泥生产中最大的应用 是作为一种辅助胶凝材料 通过减少所需熟料的数量 降低了水泥生产的成本和温室气体强度 在美国 熟料的平均替代率约为17% 而随着欧洲某些混凝土应用的替代率 接近50% 粉煤灰的使用会有显著增长 随着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的政策实施下 粉煤灰在建筑和基础设施建材领域的应用 需求也会越来越广 同时周期性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市场 也会继续推动粉煤灰的需求 了解完这个公司的基本情况后 你认为这家公司是否还有继续上涨的潜力呢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 在欧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